除了用這次的影片想說 除了用Hep-anthropy cycle的方法 去解決Hessus Law的問題以外 我們其實還有一個 好像計數的方法 即是解決一些simultaneous equation 那類型的樣子的方法 不如試試學一下吧 有人說不定你覺得這個reaction 挺適合你,也不奇怪 試試看題目 現在有這樣的reaction 兩個carbon加上兩個H2O 然後就會變成CH4加上CO2 這個reaction 然後它就變成三條equation namely這個叫1,2和3 三條equation給了你 然後要找第四條equation所需的energy 跟之前我們說Hessus Law的cycle 其實也是類似的 不過我們這次用一個新的方法 OK? 好,那我們試試看 就開始做了 好,第一件事 我們都要有一個習慣性 先把我需要的那條equation 先寫一次出來 我需要的那條是這一條 兩個carbon solid加上兩個H2O gas 變成CH4 gas加上CO2 gas 好,這一條是我需要的equation 然後我就看看我要的那幾條equation是什麽 我們有的時候 都要留意一下怎樣去運用 OK? 好,今天試試看這三條equation裏 有哪一條是有CH4這個東西 OK? 你看看,Doremi 第三條就有CH4這一條 OK? 不過,你看看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要的那條equation CH4是在product那邊的 但是我給的這條equation裏 CH4是在reactant那邊的 即是說不適合方向了 所以我們就會把整條的 本身給了你的這條equation 就會成為一個負1 flip OK? 乘負1就是把整條equation product和reactant的反轉 反轉了它的時候 第三條equation就會變成這樣 OK? 我們是CH4的gas 加上H2O的gas OK? 將它反轄為主 這裡就變成3個H2的gas 加上CO的gas 可能你會問 咦?這樣可以嗎? OK? 可以的 因為我在這個reaction裡面 假設它這個過程中 我需要吸入206.1kgj的話 即是倒轉 我這個reaction回頭的話 我亦都會釋放 即是負206.1kgj那麼多 OK? 所以在這個過程 我乘負1就是把整條equation 乘2負1 當然你要記住 這裡的delta H3 也要將它成為一個負號 給它 OK? 所以這裡就變成了負的delta H3 好了 這條equation用了 我們試試看 還有沒有equation可以適用 然後你會看到 第一條equation裡面 有一件東西很適用 Carbon加上H2O OK? Carbon加上H2O 就會變成CO加上H2 好了 你看到上面 第一條色 我有一個carbon 但實際上 我需要那條色裡面 有兩個carbon 所以我將第一條色 乘2 乘2 將整條色乘2 當然 這個energy 也要將它乘2 2乘2 delta H1 OK? 好了 這裡是加一條線 所以你撈亂 OK? 第二條色的話 將整條色乘2 即是說 就變成 兩個C Solid 再加兩個H2O Gas 就會變成 兩個CO Gas 加上兩個H2 的Gas OK? 照寫而已 好了 接著 第三條 第三條 我們看看 嗯 這樣 但是 我這裡有CO 但沒有product 的CO2 我們看看 第二條色有沒有 咦? 第二條色有 第二條色 有之餘 你看看 有的CO2 是一個 我上面 CO2的數目 我需要CO2的數目 都是一個 所以 就剛剛好 我就不需要再 額外加些什麼 我只將它抄一次 那就可以了 OK 即是說 我這裡就會變成 CO2 加上 H2 OK 就來自於 CO 的Gas 加上 H2O 的Gas OK 這裡就是 ΔH2 OK 好了 將所有的equations 寫完 寫完 對方向之後 我們就看看 有沒有一些東西 我要畫一條中線 這裡畫一條中線 我們看看 右邊這個product 這邊 和左邊這個reactant 這邊 有沒有一些東西 是重複了 而我可以 cancel out 的 好 我們試試看 兩個H2 加上 一個H2 即是這裡 一共有三個H2 OK 即是product 這邊有三個H2 看看 reactant 那邊 都有三個H2 所以 H2的數目 就剛剛好 平衡 你就可以查了它 即是這件事 可以當它不存在 跟手 再看看 對方 對方 reactant 這邊 有一個CO 有兩個CO 有兩個CO product 這邊 都有兩個CO OK 於是 它們就可以 又 cancel out 好 最後 再看看 有沒有些東西可以取消 這裡有三個 這裡有兩個Water 再加一個Water 右邊這裡有一個Water 這裡有三個 這邊有一個Water OK 就會變成CH4 再加CO2 咦? 這就跟上面的equation 一模一樣 兩個C 兩個HO CH4 以及一個CO2 正好數 在這個時間 我們就把它重覆 寫回一次 確定我們寫對了 那你就會產生CH4 加上CO2 在這個過程裏 抄回一次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咦? 剛剛好 但是 energy 應該怎樣計算呢? 因為剛才我們 已經做了很多 不同的operations 你看到 我又將它乘負一 又將它乘負二 等等 那些東西 OK 現在這個reactions delta hr 很簡單 就是需要將 剛才我們這一堆 已經做了operations 的 energy 加起來 這樣就對了 OK 即是說 現在我可以直接這樣寫 delta hr 就會等於 負 delta h3 加上 兩個 delta h1 再加 delta h2 OK 那麼這個relationship 就搞定了 OK 透過這個relationship 就可以計算實際上的數值是多少 在這個方法裏面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首先第一件事要看 要收拾藥 OK 如果我要的這個substance 是在product的話 我就要找回一條equation 有這個compound 的 OK 亦都要把它放在product那邊 如果它原本在這個equation裏面 不是在product那邊的話 就要把整條色乘以負1 OK 整條色乘以負1 整條色乘以負1的時候 即是把整條equation flip轉它 OK flip flip了的時候 那就對 了 當然flip的時候 當然要留意那個energy 也要把它乘以負1 OK 跟著 如果那個number of mole 不合數 例如說我需要是2mol 原本它只有1mol 當然也要把整條equation 乘以負1 連裡面的餡料都要乘以負2倍 OK 到最後 我們就把所有的energy 加在一起 那就等於整個reaction 所需要的energy OK 希望這個video 有關於 好像solve simultaneous equation 的方法 可以加速到你去計 Hexus Law 這一種類型的數目 OK 希望這個video可以幫到你